今天就開始我在今朝六的第一條片 現在日本跟香港的時間差不多 所以時間有些情況可以跟大家比較緊接 今天就講郭俊安 就是歐戰爺的事 這件事其實已經停了很久 因為郭俊安終於回應歐戰爺 他的見死不救的控訴 當然這件事會很大的 為什麼呢 很少一個老婆會在離婚之後 作出這麼大的控訴 如果這麼大的控訴 就等同是說 為什麼我要去離婚呢 是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這個男人今天不理我不照顧我 他是一個藝人事後 不是事低 從幾屆 於是會很嚴重的 的衝擊 首先我們看看 這個事件 郭俊安在某個機場酒店 跟無線拍攝金色森林的 大型慈善氣氛 安仔就說 總之現在很熱 拿了很多風扇 人們說風扇有Turbo 諸如此類 搞得很開心 每人買幾部 諸如此類的 現在這些都是一些新的系統 當然比我們以前好多 但是我想 都不能太近 因為收音收到 發聲應該是不好的 那就看看情況 這些我們自己拍過電影就知道 我們會預訂一些大的風扇 很巨型的 為什麼呢 就是 你的畫面很安靜 大家留意一下 有些 蘆葦草 有一個波 那些前面的導演會會預訂的 那些厲害的製片會預訂 先預訂 然後你就會用大風扇吹 效果就成為加油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 拍攝的細節安排 有時候看細節安排 是看到導演是否聰明的 然後就說起他們兩個國進安排 歐戰 Cindy在5月宣佈 分居了兩年 所以結束了18年的婚姻 安仔 安仔就重新走上演戲的道路上 他就說沒事 其實對他沒有什麼影響 過去就早過去了 希望一路向前 為面前的努力 生活努力 努力工作 安仔是很成熟的 不會胡亂說話 你看到這個人 跟他的歐善儀 那個情況是徹底兩回事 所以郭俊安的訪問員 那些人留言 都很稱讚他 即是說他很得體 不會去指責老婆 不會去反擊 等等 令到大家會知道 這個歐善儀 就反而是一個 就是做了這件事 反而是令到 大家都會更加憎恨他 那麼最主要是因為 他上了那個 施打的那個節目 施打為勞 接受這個楊詩敏 那麼訪問的時候 就說 差點一場大病死了 然後那時候發燒 又呼吸困難 出現失禁的情況 整個人塞了頭 在談觀上 然後那邊人就漠視 沒有人離他 就送了去醫院 即是沒有人協助他送去醫院 那麼 看看安仔怎麼回應 因為大家等了很久 就是這件事 因為對郭俊安的影響很大 就是看他怎樣回應 郭俊安對這個見死不救的回應 就是 凡是不是真的事 我都不想回應 這個是我面對傳媒的一種看法 一種做法 凡是不是真的事 我都不回應 凡是不是真的事 我都不回應 其實已經一句說了 歐善儀 說這一番說話 是假的 根本是作出來的 這件事就非常之震撼 因為為什麼呢 歐善儀為什麼要說這一句謊 他企圖想做到什麼 或者獲得什麼 為什麼他不怕 郭俊安會站出來 是踢爆他的 這些東西都是大家要去理解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個人做事 你都會右腦想一下 後面會怎樣 不是說可以說 是不是 而且這個 這個這個 這樣的謊話 是要設計的 要想完整個場面是怎樣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你又塞鑑 又是塞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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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路路 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你才會完成到這樣的謊話 要不是 搞不定的 結果呢 郭俊安一句很簡單 就說 都不是真的 就不用回應了 就是說 三個字很簡單 就是和同英年都是這樣 四個字 你講謊話 你講謊話 就這麼簡單 歐戰儀講謊 是去到第二個層次的 因為 之前 歐戰儀大家就覺得他是 一個 就是很過分自我 自私精 這樣的情況 又沒有暫感 對子女完全不理 極度自私 放飛自己 那個定位在這裡 其實不會太差的 是差 但是不會太差 但是 你現在就不同了 你作個謊話出來 去屈你的前夫 就說他見死不救 那就不是那個回事了 那就是 你是一個 做得很賤的事情 因為 你設計一個這樣的 故事來去屈他 那是不同的 這是兩回事來的 就是很簡單 他 令到我的生活 沒有了趣味 那這些人各有 他自己的模式 他的態度 他的生活態度 等等 你可以喜歡 可以不喜歡 對不對 大家會說來講去 但是問題就是 他沒有做到那件事 沒有發生這件事 你就強行說出來 很明顯 你是想抵毀他 這樣就很賤 很賤 很賤的一個行為 然後還有 因為你說這些東西 會影響到子女 子女 會問爸爸 爸爸 有沒有發生過這些事 因為他子女的同學 都會問他的 因為為什麼 子女有機會 成為最佳的證人 有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你媽媽 就一聲會暈倒在市坑 或者那個 談判 然後 你爸爸是不理他 他會回答的 他不回答不行 總有一些好朋友 就是關心你 去問這些東西 勾戰儀 是豁出去的 他是不理這些事 你不理不行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郭俊安總會出來說話的 那究竟這個情況是怎麼樣呢 就是明知會被郭俊安踢爆 仍然堅持說謊 唯一一個解釋 就不是勾戰儀 去說的 而是 經理人安排他去說 對於一個 就是沒有什麼市場價值的勾戰 走出來 只是唱過一些什麼儀歌 受過歡迎一下 一段很短的時間 但是 沒有什麼代表作 這些人 在市場上 一大堆 是不是 就是 連年都有什麼競選 什麼比賽 冠軍一大堆 喂 那你有什麼市場價值呢 沒有市場價值 那於是乎現在有一間經理人公司 說要 簽你 統領你 買資源在你身上 你當然很開心 要想一下 我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怎樣可以 跟公司有個很好的協調 你可以看到 其實 就是 郭俊安 說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 大家之前因為是18年 那麼長的婚姻 就 因為 歐善兒會感覺到 或者經理人公司的感覺到 過了18年 18年 發生過一次半次 你知道差嗎 記差嗎 是不是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他沒有說是 一年前或者半年前 就是 坊間就會引起討論 這些很蠢的經理人就說 對了 引起討論 就是 有人氣 OK 維持 歐善兒的熱度 不惜一切 去設計這一場大龍風 屈郭俊安 見死不救 一方面就補隊黑水 另一方面為你 歐善兒去 拿回一些合理的同情分 喂 我離婚 有原因的 你不要看那個 郭俊安外表 是這麼好 其實他不是的 他 見死不救 但當郭俊安很簡單地回應了這件事 就真的很得體 為什麼呢 他不跟你去談那些細節 他直接很簡單地說 都不是真的 你不要說而已 那麼 唯一的郭俊安說的一件事 他的房間是套房 沒有談券這件事 很合理的 套房你把談券放進去 談券我們現代人就說 最主要 以前是吃煙 就經常吐痰 香港還有一些女生做談券 就是因為 教孩子去廁所 教孩子長大之前去廁所 就先讓談券去試 但是現在的談券都不是以前那種 就是孩子很鴨仔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麼 一踢就踢爆了 真的沒有談券這件事 沒有談券這件事 根本整件事就是 假的 虛偽的 那麼 郭俊安一踢爆了 他是虛偽 就對歐善儀那個的 形象是很大的 很大的打擊 這個是一個 即正是處決性 他不單止不是一個好太太 不是一個好媽媽 他現在是會是 反過來 用一些手段 去抹黑別人 去說一些謊話 你跟他自己拿份 那你很麻煩 對不對 就是 這件事是 就是對他這個的形象 是打擊很大的 那麼 對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歐善儀呢 他是聽經理人公司 但是所有資源都是對方給自己 沒有了經理人公司 他就沒有了 是不是 被人理他 這樣 於是乎 經理人公司他就這樣做 那麼他就聽話 好啊好啊 我這樣說 那因為你度過 算過的嘛 好的嘛 所以於是乎呢 我們覺得這件事呢 是真的有看到 就是 勾善儀背後的經理人公司 是很失敗 很不定 那麼 就是看一下 當日那個訪問的時候 還很嚴重地爆自己 去玩交友apps 就是 我即時就去 踢爆了他 我說交友apps 不是就是約炮apps 那麼 一個剛剛離婚 就還有兩個子女 還很小的 媽媽 告訴別人 我去玩交友apps 哇大哥 去約炮apps 約陌生的男人 去約妹 然後隨時上床 那麼你就是什麼 那就是你很嚴重地 去告訴所有人 聽 我那個60歲的老公 給不了浪漫 還有需要的性慾 滿足他 那麼對那個男人來說 真的是 很大的侮辱 那麼 也都是炸爆了香港人的三觀 就是沒有人會這樣 離婚之後 說自己對子女的爸爸的 你說來做什麼 是不是 就是藏起來 這些東西 不是我們說的 為什麼整件事搞得那麼嚴重呢 歐智賢的形象那麼差 如果給我猜 我就一定會分析 告訴你 絕對是因為 因為他簽了古巨基太太 陳英雪的公司 做起旗下的藝人有關 歐智賢從 頭到尾 他演藝圈是一個中女 他根本沒有 已經很多年沒有工作 沒有了市場的價值 有公司肯簽他 再讓他有機會 放資源在他身上 他真的很開心 有機會成為了 就是這個在戰江湖的 大明星 是不是真的有機會 爆出來呢 這個是他內心的漢望 因為以前可能他覺得自己 我還沒有成熟 現在不同了 我走了成熟 我就會做得很好 因為 機會是經理人公司給的 資源也是經理人公司 去給他 所以一定要聽經理人公司的話 不然就玩完了 別人跟你解約 你就沒有了 於是歐智賢開始 塑造自己 你看在經理人公司 他設計之下 塑造自己很獨立的女性 形象 包括之前 結婚前 即離婚前後 你看到他 接受一些訪問 他都是非常自我 大女性 他想立那批 粉絲 即是說女人當志強 我們做到私人 一樣可以出來 做一個很好的 藝人 想立這一批人 有一批的女人 撕刺他 那 在一個自由奔放 即他是一個自由奔放的 現代女性 被別人看到 其實在兩年前 倒資 即是 這段時間 即他簽 股太的經理人公司 陳益雪之後 其實沒有什麼人注意到歐智賢 他的訪問 點擊都很低 沒有人看他 各種人看 太太有什麼人看 直至他離婚的消息傳出去之後 大家都沒什麼心機去看他以前的訪問 因為為什麼呢 他會覺得沒事的 就是一個 總之一個年輕女兒 年輕一點 覺得老公現在老了 就拜拜了 問他有錢分 是不是 那唯獨劉定堅一個人 就說不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的以前 是影響得他很緊 你看到他 因為他不是一個 立刻去做的事 他要 分居兩年 那你看回他兩年 那個訪問 你就發現了 即他的態度 從來都沒有改變 他的經理人就塑造了 他一個 很現代女性 很自由主義的 一個女人 結果 他聽了 經理人公司的指示 但是 這個陳益雪 就將他搞到 這個形象大跌跌 那麼 如果說這個形象 就真的是 跌完再跌 對一個剛剛翻出來 娛樂圈的藝術來講 這件事真的是致命傷 沒得玩的 由此可以看到 即是古太這個陳益雪 才是整件事幕後的核心人物 這個女人呢 就沒有了辦四條 學人開公司 捧藝人 真是不知所謂的極點 整個團隊 就好像 要做一個訪問 為歐戰 洗白 OK 這件事 就可以這樣做的 那大家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超好 那個是你們公司 怎料龍巧反傳 大哥 你做完訪問之後 其實你可以 慢慢看 慢慢參場 慢慢剪接 搞到好為止 你才出街 結果不是一出來就被人罵到死 那就是等於什麼呢 即是說 其實整個團隊 有人知道是不行的 但是呢 這個陳益雪 獨斷獨行 他認為這樣行 OK 沒問題 所以 歐善儀是他害死的 這個人呢 就是 專門找一些 你沒有資格 去進入這個娛樂圈的人 那些人就聽話 好搞 於是 他的一切的設計 就可以 可以放出來 即是你以前 他做古具機 被人認識 陳益雪 是不是 曬貴氣 那麼 他沒有一個 操控人 怎麼做 應該怎麼做 那個 能量 沒得到 古具機說做就做不做 不做 你沒得機格 他基本上是他的助理 但是現在不同 現在他自己 就做一個經理人 以前是做保姆 做經理人就可以威風 操控到那些藝人 所以他喜歡找些什麼 就是 三四樓的 甚至乎 不入樓 歐戰儀就是這樣 說你找他的開心得不得了 所以怎樣操控他都可以 結果你看到了 他的操控之下 就搞到歐戰儀 撲了街 所以整件事情 毀滅性 是因為 這個陳益雪 是一個不知所謂的經理人 你之前還猜一下猜一下 就是說 會不會大家是有些誤會 才有這些 譚觀事件 會不會是 記錯了 某些事情 現在不是 現在 郭進安一口就否決了 說根本就沒有譚觀 就是說 你今天就說謊 一說你說謊 老實 歐戰儀 他需要立即 出來澄清 就要罵這個 郭進安 才行 他必須要 很延遲地去罵 郭進安 說 對方 不承認這件事 接著他再拿出一些 證據 這樣就行了 我跟你說 這樣就行了 就是爭論 如果你不說 這件事 就很離譜 因為為什麼 就是你 承認你自己 徹底說謊 所以這兩三日很重要的 這兩三日如果歐戰儀 不出來說話 不回應的話 他就硬吃了 硬吃了是什麼 知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說 陳英雪已經放棄了這個 歐戰儀 就是他玩完了 明白嗎 所以你不要以為這件事這麼簡單 因為只要郭進安出來說 歐戰儀這個形象 跌到最 谷底 你不出來撐 你 就即是吃了 你是一個賤格 卑鄙無恥的 女人 以前 沒有這麼離譜的 以前是衰格而已 不是賤格 現在是賤格 這樣就糟糕了 那你怎麼做artist 那你一定要挽救自己 所以第一時間要出來 你怎麼做 郭進安 說謊 必須要這樣 你不 不要大聲 說的話 即是說 你接受了 你一接受了 你就玩完了 那為什麼你會接受呢 因為那個經理人不撐你 那就玩完了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就這樣聽了這段說話 就已經這麼難 而是 這段說話是代表了 將這個 歐戰儀 埋葬了 大件事 不會有一個人再喜歡 一個這樣的artist 偶像 你做我的偶像 不是吧 你這傢伙 亂說的 作個故事 去屈 前任的丈夫 這樣也行 怎麼做artist 現實就是這樣 所以 你看一下這兩天 歐戰儀 會不會出來 如果不出來 就代表 這個 陳英雪 已經徹底放棄了 透巷 陳英雪覺得 要止蝕 斬冷 當然 不跟外面公道 就當 慢慢慢慢 勾了就算了 陳英雪 終於做了一件 像樣的事 就是 識 止蝕 都好一點的 你識止蝕 好過你什麼都不吃 那麼 記者會繼續問他 會不會擔心 小朋友看到的報導 或者訪問會影響他們的心情 這一句問都很好 因為郭俊安 很難去回答的 就是 你自己 就可以這麼厲害 去面對 小朋友 怎麼面對 這件事 很難搞 那麼 郭俊安就說 即使他們沒有看到 那些同學都會跟他們說 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 郭俊安都很清楚一件事 你必須要跟子女 子女 說得很清清楚楚 因為他們都有朋友 他們都需要去交代 他說我都會跟他們 輔導一下 聊聊天 他們都明白 爸爸媽媽是做娛樂圈的 特別會有人留意 我們說的每一句說話都有可能 很大回應 影響 他們明白的 其實我跟他們的溝通 沒有什麼絕對的負面 也都 沒有什麼絕對的 是對跟錯 但是始終我們會用很客觀的態度 去看每一件事 答得很得體 但是 裡面又 放了什麼訊息出來 第一 是代表 郭俊安是有一個很 不同的他太太 前任太太 你是一個歐善 歐善從來都不說的子女 而 郭俊安就很強調 子女 你都要去照顧 你必須要理解 喂 要跟他們輔導 因為他們 不是很懂得 怎麼面對這些 那麼大的問題 去衝擊 所以要輔導一下 輔導一下 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現在你老爸和你媽 開 開閉 兩個人拼命拼命 明白嗎 就是 隔著窗口打架 好了 子女一定會問你 事情是真還是假 有沒有這件事 好了 你說了 說沒有 然後子女就問 為什麼媽媽會這樣說 你就不可以跟 記者這樣說 我就不再說這件事 因為既然是假的 不行的 子女你要說的 對不對 你不可以不說 既然是假的 我們大家不談 所以他就說 你們要明白 爸爸媽媽是做娛樂圈的 特別有人留意 我們說過每一句話 都有可能很大的回應 影響 就是說他媽媽不用腦 胡亂說 明白嗎 即是 我就不可以這樣 這件事 不是真的 而媽媽 是為了進入娛樂圈 其實媽媽已經很久 不是娛樂圈的 現在他想像進入娛樂圈 於是乎他亂說 希望得到一些 注意 注視 那他就可以做 藝術 這是他媽媽現在的心態 他的選擇 國進安 國進安 就說出 這一段的說話 他說 我們說的每一句說話 都有可能很大的回應 影響 他一定明白 明白的 即是說 如果兩夫妻 都是藝術 的話 你說的說話 有可能 就會引起很大的回響 最好就不要亂說 而這個歐戰儀 就不是 他就亂說 於是 其實國進安 都告訴他 那些子女 你說完之後 你會受到 同樣的代價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說完就算 其實 跟子女 會好好溝通 就沒有絕對的負面 也都沒有 絕對的 對和錯 這件事情 就是告訴他 其實 他說了那些說話 他就要為自己負責任 沒有人會相信 但是 你就需要去 為自己 所說的說話 來付出代價 那麼 我想過問題是 就是 郭進安不想 去很直接 說他老婆 但是你要問到 那些子女 子女的時候 子女就是 一定要跟那些子女 解釋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麼 反而 就是反過來 我覺得 辣起火頭的 歐戰儀 他真的沒有想過 那些子女的反應 我真的很想問 他有沒有 跟那些子女 談這件事 郭進安就說有 還有輔導 因為 有個可能性 就是什麼 歐戰儀說這套傢伙 他真的拍了在那裏 又失禁 整張床濕了 他都不理我 這樣 歐戰儀有機會 跟那些子女 這樣說的 如果他要解釋的話 是不是 如果你不是這樣說 那些子女會問 為什麼你會誣吐爸爸 為什麼你不說 那些真相出來 現在肯定有一件事 就是 那些子女會問清楚 究竟誰 說才是對的 哇 那就麻煩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 即是有一個人是壞人 明白嗎 很糟糕 所以歐戰儀是沒有腦子的 他不會理這些東西 你對他子女的傷害很大 這件事 是告訴他 我爸爸和我媽媽之間 其中有一個人 是一個仆街 歐戰儀是沒有理這些 好 接著記者又問 那你要問他 為什麼說這些東西 不問 因為分開了 很難控制人家說什麼 我已經適應了 在娛樂圈裡面 如果不是真的東西 就不會高調地回應 郭俊安說不問 即是說他知道 為什麼前妻已經 就是這樣說 是因為他已經受到這個經理人的牽制 他要根據經理人公司安排 做一些經理人公司認為對的東西 用什麼好說 所以 絕對不用問 唯一的令他感覺的就是 歐戰儀為了去復出 為了 有機會彈上去做一個明星 這樣呢 就願意出賣的前夫 出賣的兒子 說一些 不知所謂的 假謊 說的 就是經理人公司 抹黑這個確診案 只有很沒良心的人才會這樣做 你要做這些事 我們等於很簡單 你做這些事 你究竟有沒有想過後果 你有沒有想過會對別人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你完全沒有想過的嗎 那個丈夫 那個前夫 曾經為你帶來了很多很幸福的事 他還跟你一起生一對子女 你已經物不可分 從此可以看到 歐戰儀 不理 他總之要自己的前途 哇 我就要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 會不會去沖啊 這些東西都放下了 交給郭順安 你跟那些子女說吧 浪費我們 他有什麼所謂 那種自私呢 你說他是自私精呢 絕對100%是OK的 他都不理 是不是 郭順安就會很小心他理 自己說的每一句話 因為就算 他不跟記者說清楚 都要跟子女說清楚 不能夠的嘛 是不是 就是 子女當然會說的嘛 很簡單 我做子女的機會 我理得你 你告訴我 到底爸爸 父母 你們兩個告訴我 哪一個人 先說謊 你告訴他 很重要的是不是 這件事 截然不同 我相信 歐戰儀就不說 什麼都不提 而郭順安 就告訴他 是假的 然後告訴他 媽媽是因為 可能 根據經理人 那個說話 因為他要進入娛樂圈 就是這樣解釋 於是子女就明白了 原來他為了 穿娛樂圈 就出賣了 老公 以前的前夫 原來他是這樣的人 諸如此類 你是這樣 你就歐戰儀就不能解釋 很老實 有什麼要解釋 就是 這些東西你小時候不明白 通常都是這樣 大一些你就會明白 類近這樣的解釋 沒有東西好說 那些人都會 那些記者問 那些人都會說他這樣很亡本 那麼 郭順安就永遠這些 這樣的東西 就很 很懂得回答 他說我不想去評論 這樣 那麼 亡本 他又怎麼可能有機會 飛上之頭 去飛躍上升 歐戰儀就是要在40歲之後 做他個人全新的領域 去探索新的刺激的市民 新鮮的東西 亡本有些責任牽掛著 那怎麼可以盡情享受人生呢 你想一下 就是你一定要亡本才行的 你不亡本怎麼會走去 無緣無故玩交友apps 還要到處說約六個男生出來 哎呦很興奮 你看他講得多興奮 當然 就是作為一個人 亡本也很糟糕 但是歐戰儀再進一步 不單是亡本還反過來 抹黑 控訴的前夫 做一些 就是抵毀他的事 掃臭他 那麼 所以郭順安這個回應 已經是將歐戰儀狠狠地打了六十八層地獄 真是永不犯仇 他簽了一間陳益算是經理人公司 真是害死的 是啊 即是原本你都沒事的 現在變了這個 就是形象是臭鬼了 我想出去吃飯 逛街都很痛苦 被人不停止止止止止止止 真是 大Q 好 網民說 他放過了你 令我成中多了個審判 各種 多謝大家關心 多謝大家怎麼看我 無論好或不好 我都會接受的 這是一個很 方向的一個 回答 回答了等於沒有回答 當然 我經常強調 這樣的想法 其實是傻的 因為為什麼一個真是愛家庭的人 一個男人 像郭俊安那些 他就很渴望 子女有一個正常的家庭 對不對 如果他真是這麼喜歡 異性的話 新鮮的異性的話 他很早就去混 他沒有這些東西的 他今天想 在一個家庭上 和安安全全 大家很開心 就是這些傳統的男人 沒事 他就可以去撲殺 做事 跟這個 你喜歡玩的人 是兩回事 他不是這個人 那麼 你說 成中多了個審判 是不是很多人會喜歡他 就算我都說你 娶到個最美最美最美最好的女人 但是始終那個女人不是 媽媽 取代不了 還沒好 一咳 我老婆買了一些 日本藥 這些老肉一大堆 就 通常人家說日本藥就很好 已經好了很多 多謝大家的關心 那麼 感冒就是要休息 所以都休息多了 那麼 他就問 那些記者就問 那麼他說 會不會祝福他 如果有另外一半 他說會的 其實每個人的路 都有他自己的選擇 他的選擇 我絕對尊重 這些是一些很 基礎的回應 就沒什麼 就是總之你離婚 你喜歡做什麼 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負責任 對不對 你找子女的活動 是不是跟 有沒有 兩夫婦一起去參與 那麼 郭俊安立得很瞄 他說如果就到就會 就到會的 那麼 這個就到的 就因為郭俊安 就必須要去陪的 現在郭俊安的子女 去跟他 那麼就是 就到他就可以了 那麼你想想 其實當這個 為甚麼鬼 糟了 那個鏡頭是這樣的 糟了我沒有留意 對不起 不好意思 為甚麼鬼 這個 OK 很可惜 大家不是看到旁邊 鏡頭外面有個美女 他在說那個是我老婆 那個不是我老婆 哇 這樣就發達了 那麼好了 那麼現在跟 Cindy的關係是怎樣 那就是朋友 朋友 大家有時候 透過WhatsApp 聊聊你子女的問題 那麼 透過WhatsApp 電話都不聊 聽不到你的聲音 隨便說 說一些就算了 那麼 這個的關係 就很兵點 很老實 那麼 他人家的事情 我就不說了 我相信緣分的 不相信人去到某個階段 就會停止了 任何事都會發生的 他說是不是不想 那些記者去問 是不是不想提起以前的事 他說大家不提就不提 要向前看 努力去做更好的生活 還有對小朋友 就是 又透露稍後會帶兒子 去英國讀書 每次訪問 郭俊安都很強調 對子女的關係 和自己怎樣去照顧對子女 那麼 這個作為一個 就是 做一個 都叫做有很厲害的知名度的 一個 artist 的爸爸 真的是不容易的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子女的 是很平民化的東西來的 你出現的是由引起雄動 是很吵架的 那麼 再加上他現在是一個 單親的爸爸 那麼這一方面的 責任就更加大了 就是個女兒 在香港 要面對什麼事 還是很小的 13歲左右 所以 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是個爸爸跟著他 那麼 從郭俊安和歐哲儀 這對夫妻的 傳媒的訪問 大家可以各自有不同的態度 和說不同的內容 可以看一個 截然不同的對比 郭俊安就很輕鬆地面對 情緒很平淡 盡量把這件 八卦的事件 就不要加入他的工作 就表明了 希望大家 群眾就注意他的工作 不要把這些八卦新聞 擺成的焦點 但是歐哲儀就徹底不同 他就在娛樂圈裡面 沒有成績 沒有人識 沒有人氣 沒有戰績 那麼他需要別人 認識他 去關注他 所以他又利用這件 離婚的事件 幫自己的知名度去爆發 那麼 他的經理人更加認為 應該將這件事炒作 結果就撤毀人亡 就是兩個分別就在 因為郭俊安是有實力的 他在電視台裏做 有實力 就做出來有作品 所以其他事情 他就不要搞了 但是歐哲儀 沒有人理會他 大哥 那我要 讓人知道我的存在 於是就把這件事 不斷炒作 所以又在Chill Good 做一個 洗白的節目 又說一些 卑鄙的東西出來 老作些東西出來 是因為他需要 這個熱度 在這件事裡面 我們看到什麼教訓 那個藝人要紅 通常是靠他的魅力 或者他自己的技能 譬如是他的歌聲 他的演技 如果這兩樣都沒有 要紅就很難 但是在娛樂圈裡面 就不是 你紅有時候 因為你成為了 你的討論的焦點 都可以紅 就像大媽春那樣 雖然他不是娛樂圈 但是八卦圈 他都覺得自己很紅 甚至他說 他不明白 你是一個負面人物的紅 紅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你是一個負面人物 就等於很簡單 你去 殺了四個小孩 你都會很紅 但是 全世界都會指罵你 都會想你死 這樣不代表 你可以將這種 紅 這種知名度 去轉化成收入 反而很多人去 KOL 討論你 恥笑你 紙罵你 他們可以 劉定堅就可以 可以將這些 變成他的點擊 就化為他的收入 所以知道 紅 和有收入 是兩回事 要紅 又不想努力 又沒有天分 那可以怎樣 他以為可以一夜知名度 彈上去 李隆基 就是這樣 我娶過 老牛吃亂草 你看他又很厲害 怎樣怎樣 做一些假事 讓人很羨慕 於是會覺得很紅 基本上 這一種的手法 我們叫做 嘩 眾取寵 甚至乎 連蕭六元 這些蠢人 他都會 跟自己說 跟很多KOL都這樣說 劉定堅 是什麽 他的成功就是因為 嘩眾取寵 終於說得很誇張 然後罵人 罵罵罵罵罵罵 這樣就成功了 他人們喜歡聽 那 我想 他們都是不明白 什麽叫做 嘩眾容易 取寵難 嘩眾就很容易 穿上衣服 走上街就可以了 是不是 十嘩都很重 但取寵是兩回事 劉定堅去說人 去說勾善意 裏面有很多道理 裏面有很多 大家看不到的東西 而是我看得出來 跟大家說 有很多分析在 那大家認同 就會 覺得你OK 不只是罵罵罵罵罵罵的 你只是罵 沒意思的 人也會罵的 你罵得來 裏面是有道理的 有這個 內涵在裏 大家就覺得有營養 於是他就喜歡 看你的 就是節目 等等 所以呢 這個情況 就是會告訴你 你要去 做嘩眾 你要明白 其實 你的目的是取寵 如果你只嘩眾 而不能夠取寵 沒有意思 就是歐善意 這件事 哎呀 譚冠塞下去 什麽 是呀 嘩眾 很多人都可以說 跟著人家就少你了 瘋了 譚冠 怎麽 怎麽 就覺得你作出來 再加上 各種人出來 說這件事是假的 那麽你就能夠賣掉了 死定了 所以我告訴你 歐善意只有兩三天的機會 你兩三天之內 你不作好那個劇本 然後回來反擊的話 你一定死定了 你作就要做得好些 不要像上次 做得那麼大頭 死定了 那麽你就要開放你的留言區 不是又死定了 真是糟糕 那麽最重要 我覺得 歐善意是一個超級低能的蠢類人 讀少少書就覺得自己 嘩好瞭不起 請問這種人 怎麽可以成為眾人的偶像呢 整個捧藝人的計劃 在這個陳英書裏面 是不知所謂 蠢到不得了 接著在之前的施打圍堂那裏 大量刪除留言 接著整個留言區刪除了 把所有留言都全部刪除了 就是沒有 最蠢的只有更蠢 當你看到這種處事態度 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件事的核心 並不是在歐士爺身上 這麽簡單 而是他背後的經理人公司 人蠢蠢蠢以來形容 這個古具機的太太 就是恰當得不得了 人蠢就蠢蠢以來 這個蠢蠢女人 真不知道做什麽 他嫁了一個老公 有錢給他做經理人 還是不代表他有這麽能力 去處理那間經理人公司 這次的事件 充分表現了 這個陳英雪 是一個很低能的經理人 簽了他的藝人 真是混蛋 希望大家 看看他的藝人是怎麽樣 我都沒有留意 看看 接著有什麽藝人爆出來 這麽厲害 我們現在看看 之前 很久之前 有關於 歐善儀的 留言 大家看看 Sorry 這個又是 搞錯了 等下 什麼事 我們先看看 搞什麽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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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Mandy,不懂,CH,歐善儀,如果懂得感恩,就不會這麼壞 劉先生這個女人沒得救,都是沒得救的,很老實 Sophia Chen,多年前曾經在西貢見過郭進安先生一家 歐善在她身邊,郭進安當時抱著一個兩歲左右的大兒子 願意感受到郭進安很開心,首次當爸爸的她 幸福表情揚日在臉上,是一個好爸爸,也感覺到她相當有利 沒有明星架子,很貼地親吻,好 郭都是娛樂圈的清傳,入行多年都是乖乖的 只是近年因為交面,想有負評,希望她將來會遇到更好的事 好,交面可能是針對她老婆打針,她老婆都很早已經整容 這些我不懂得看,我真的不懂得看這些東西 好,另外Crystal,Crystal Toe,絕對認同柳Sir說的撥亂反症 香港很需要這類人感應,謝謝你 好,另外一個user,劉先生,你好 祝你健康,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劉先生是真漢子,偶爾資料又出入 勇於在節目中解釋清楚 很少KOL有這種勇氣和承擔,是嗎? 我真是很笑看其他人,真是不好意思 很欣賞你的工作認真,謝謝 至少詳盡,分析到位,寧願支持你,謝謝 謝謝,這些都是回覆的 安仔很慘,這麼好的老公,真是很難找 有這樣的前妻,又不理對子女,一致所謂的壞 不配做人媽媽,是的,我也很討厭她 認同安仔真的很慘,前妻是那個什麼人呢? 現在一目了然,吃她的穿衣服,吃她的穿衣服 吃她的穿她的,是不是? 還要買樓給她的父母,這個真是氣死 那麼好的,男人都不要很珍惜,劉先生說得對 將來希望她不要後悔了 這些女人可能後悔都不會,真是麻煩了 好,是否讀marine,真是難讀現在的英文 劉先生罵得好,有道德,有人性的分析 多謝你的時間,靠精了 好,Sam Tran,劉先生罵這個女人罵得好 我百分之百支持你 嘩,歐斯尼真是,好多人去贈禮, lucky me 勾雪,老公,家,一家人都是水上人 文化不同,其他人充滿了貶意,真不是人 香港有很多水上人,有什麼問題 可能比她早中居住在香港 她還沒入門已經應該知道了 又說老公和她姐姐年紀差不多 所以他們會比較好聊 現下之夜與他們年紀大 是的,歐斯尼是很不滿意的 她很喜歡和年輕人一起,這個是很肯定的事情 劉先生,Cherry Wong 劉先生為什麼越來越喜歡聽你的節目? 我多謝,因為真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去看別人的家事 國事天下事 最重要就是給一個公道,當事人 你真是指責到歐倩爾,狗血淋頭 騙徒騙人,你真是會為當事人拿回公道 起碼當事人的心會舒服些 被騙已經很慘,還要被人誣衊 越聽你的節目,越覺得你是很正氣 我一定會繼續支持你,謝謝你 你太太真是有福氣,嫁到一個這麼好的老公 我先問一下她,覺得自己很福氣 可能我太太覺得,你不明白 我老公是很煩的,煩死人 那些人說應該這樣 我經常都要這樣承認 老公和老婆又不一樣 老公經常都說,老婆 根本就是自私精一名 現在不僅是自私精,還要害人精 是她自己,在一個專訪裡說 自己上學做功課 做到好事才回家 回家後,子女和老公都睡覺 她只顧及自己的功課 子女的功課 就交給老公 這些是為人母親的所為嗎 現在覺得她自己很威威,很有學歷 就飛起了子女和老公 找她自己的所謂精彩人生 就像劉生所說 這真是一個不知所謂的理由 沒錯,不知所謂 歐小姐又不想被人批評 被人說三道四 那就不要做公眾人物了 又想做明星 真的,卡卡姐你說得對 你不想被人批評 是不是?你不收起自己 沒有人會批評你的 你在一個屋院裡面 在屋村裡面 小區裡面 一個小小的人物 可能只有那些 他們只是懸識一下你 沒事的 沒有人會理你的 是不是? 好 支持劉生的分析 shuk ch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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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u 支持劉生的分析 始終葛俊安兩個子女 只是中學生就失去母愛 成破碎家庭 令人為兩個孩子有不安之感 是啊,中國人始終都是不可以這樣 當年雍正正讀法律的時候 經常帶著對子女 大幾歲大的女兒一起上學 這個就是好媽媽 所以後來她的女兒好像也是做了律師 就是經常看媽媽這樣 其實她已經很有道義 照顧劉師傅到過世 劉師傅死後都沒有馬上再嫁 過冷河了很久才嫁河標 好 Winno 不懂得讀 劉生說得好 認同你的狠批 做一個KOL真的要有自己的立場 是啊,你已經有自己的立場 對自己的立場做足功課 才引起觀眾追寒 欣賞劉生的感言 有判斷力 說話有porn 有自己的觀點 多謝 好,劉師傅 不要為了這個賤女人 勾賤而這麼勞氣 哎呀 現在不敢了 現在喉嚨了 所以這次我說都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爆 盡量 會傷身 這個賤女人就等天收了 現在希望郭俊安先生 和他的子女以後 開心心好好生活 就是你所謂開心心好好生活 其實已經有個雙巴 沒有辦法 大家有個子女都知道 家庭是不和睦就是不和睦 媽媽是離開了就是離開了 永遠不會有快樂的母親節 永遠不會有一家人快樂相聚的時刻 這個就是嚴重的問題 Sam Chen 劉先生過得太好 永遠支持你 多謝 好,另外 Sam Miku 之前已經不太喜歡歐 整天曬他的學歷 好笑 HK HKU Space 他的學歷都不是很厲害 當然不是很厲害 空間也很厲害 for mature 的學生 或者top up degree 你一極有限 我們都不說這些 待會有人說你又浪費什麼 人家其他的mature student 和top up degree student 都被他拍衰了 Christy Chan 其實人大了 就想進修的心 同行動 我都覺得已經很厲害 但是那個人只有學歷 可以每天拿出來打飛機 那這些人 通常很厲害 基本上肯交學費 就有學士證書 唉 那就要找個老公 老公肯付錢 那他就可以有學歷 對不對 應該感謝安仔 公去讀書 是的 作出安排 減省他 照顧子女的時間 好讓他多年來一直讀書 也都應該多謝安仔 買一千萬一層樓 給他父母住 這條女人就真的完全沒有感恩之心 神經病 好像在訪問中 不僅沒有表達對安仔絲毫感恩 說刻意抹黑 這個安仔 企圖為自己洗白 我看到他人格很卑劣 真是極度卑劣 再加上安陣 這次出來講完之後 真是很麻煩 欠債還錢 叫他歐還一些學費給國 免得 學費 此事作為一個了結 他現在肯 他分了他的負身家 就給你了 他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他拿你的錢 然後還回給你 他沒所謂 佔過很少 拿幾千萬 再給你一二百萬 你也是小事 希望劉思先生繼續評論歐淺儀 幫大家維護人類的道德價值 是啊 我盡力的 我一定會的 好一個量身獨造的絕名 歐淺儀 是呀 我得挺 做一個叫 這個是愛好 譚冠歐 好 酷辣 郭先生辛苦地維繫了建立的家庭 被一個不懂得感恩的女人 走塌了一個滿面春風揚揚得意 一個眼淚在心裡流 哎呀 真的這個是真 只是和阿錦一樣 都是有厚德的人 他們都怕有因果報應 最怕不是報在自己裡 報在自己裡 你也要求求厚德 我不求厚德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不再說了 我又不相信這些東西 我怎會要求厚德 求厚德不用做這行 是不是 如果以大家所說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去 你认同和有兴趣的职口德 你就不应该做KL KL是要和你的网民去负责的 你要什么都说 尽力去说 对不对 职口德这一件事是没有意思 就是禁止言论自由 对不对 就是你说职口德 你这一件事不说 那一件事不说 就是没有自然言论自由 所以逢是高举职口德的人 等同不认同言论自由 所以不是我背叉 Sorry 好 T.S.Poon 谢谢继续讲 因为欧赞尔是公众人物 他时常都发放一些讯息 祸害社会 如果被他整天讲到 离婚是人生正常的道路 讲讲整个社会标准的话 就会令到更加的 多的家庭破碎 连斯瓦都有一个 很好的家庭 好的丈夫 希望不要被欧赞尔教坏 教坏就不会的 老实 老公又不同 那个情况又不同 整体都不同 最主要的问题是你自己本身 就是明白人生的应该怎样去判断 就是所有的事物 欧赞尔就是不懂的 他就是一切以自私的 他自己的衣柜 尤其是当你有子女之后 都是这样 这些人就没得救了 好 我们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记住 点赞和subscribe 我们继继续 希望看看这两三天 欧赞尔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这个女人就玩完了 OK 拜拜 记住点赞尔有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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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